欢迎来到雪焰传媒SG新闻空间站 今天是5月10日 星期三热点资讯 一站锁定 关注雪焰传媒SG新闻空间站 及时获取加拿大最新焦点新闻 突发新闻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并开启小铃铛 才不会错过我们的精彩节目 加拿大人破产率预计三年飙升30% 加拿大皇家银行RBC经济学家分析指出 由于生活成本飙升和利率上升 经济衰退继续隐约可见 它预计到2024年初 失业率可能攀升到6.6% 而消费者破产数量 预计将在未来三年内增加近30% 该分析认为 在疫情初期 加拿大人的财务状况有所改善 主要受益于政府与大流行相关的大规模支持措施 但现在正在枯竭 债务在经济疲软和利率上升的情况下攀升 RBC经济师霍格在一份研究报告中表示 随着生活成本持续飙升 RBC预计未来一年的抵押贷款拖欠率 将比当前水平高出1%以上 它指出 未来三年消费者破产将恢复到大流行钱的水平 另外 它预计加拿大的经济状况将引发失业率上升 预计到2024年第一季度 全国失业率将从目前的5%上升至6.6% 加拿大将公布外国实体大学黑名单 据报道 加拿大联邦政府正在草拟一份 对加拿大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黑名单 名单上将会有50多个外国机构 大部分在中国俄罗斯等国 加拿大创新科学和经济发展部 ISED首次透露 政府正在制定一项政策 明确哪些机构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 以及与这些实体的研究合作将没有资格获得联邦补助 根据媒体得到的政府文件显示 这份名单将包括与外国政府有联系的大学 研究机构和实验室 加拿大领先研究型大学U15协会首席执行官Chay表示 出于为加拿大公共利益进行研究的共同责任 U15学校准备完全避免与名单上的实体合作 无论此类项目是否有资格获得联邦拨款 该协会估计 最终名单将包含50多个与中国、俄罗斯、朝鲜和伊朗有联系的实体